福宝这是要创锁 福宝喜欢和爷爷手拉手互动 每次福宝伸出手的时候 爷爷都会伸手回应他 记得福宝周岁时抓周 面对美味的苹果胡萝卜窝头 福宝却什么也没抓 而是唯独抓了爷爷不肯放手 日常生活中 他会主动去牵爷爷的手 会挽着爷爷的胳膊 在从小与爷爷的亲密互动中 福宝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惯 伸出小手 爷爷给予回应 就会觉得很踏实 很有安全感 也有宠溺的感觉 福宝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情感的小熊 伸手是期望得到回应 这一刻他想爷爷了 他在找跟爷爷在一起的感觉 可是爷爷已经不在了 如果新奶爸可以主动牵起他的手 福宝一定会被温暖到 但是于新奶爸而言 福宝毕竟是只熊 近身有很大的风险性 福宝伸出手想抓饲养员 说明他已经开始认可这个奶爸了 不用着急 信任关系是慢慢建立起来的 给福宝多一些时间 也给饲养员多一些时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